齐猫国在经历了孤新郎事件后 也终于迎来了难得的平静和祥和 在准备庆典这天 妙狗国突然来袭 将齐猫国居民全部抓走 就连喜羊羊一行人也因此遭罪 原本小羊们是来参加庆典 明日为了哄妹妹开心 特意给喜羊羊他们准备了猫糖 当猫话后小羊们进入齐猫国时 瞬间就引起了激烈的战斗 在经过一番斗争后 喜羊羊他们被打落悬崖 流落到了妙狗国 值得一提的是 虽然这次小羊们进行了猫话 但他们都保留了原本的属性 比如沸羊羊 在吃下了明日准备的猫糖 瞬间化身精致又容易抓狂的猫 喜羊羊就不一样 虽然它猫话了 但它依旧保持了调皮的属性 因为吃下了猫糖的原因 化猫的状态也和本人心情有关 一旦在受到惊吓或者愤怒时 就会容易猫话 但是心平气和后 又能恢复原本的羊羊性态 在喜羊羊来到妙狗国后 就一直不断在猫和羊之间切换 对于这种情况 就连喜羊羊自己也有些苦恼 毕竟妙狗国极度厌恶猫类 在喜羊羊猫话后 瞬间就遭到妙狗国士兵的追捕 甚至还会成为阶下囚 在喜羊羊不以猫话的形态出现时 他在妙狗国还是很吃香的 谁见到他都忍不住夸一句长得帅 可一旦变成了猫 瞬间就成为了全国公敌 在被抓到监狱后 喜羊羊为了越狱专门进行了一番乔装 因为狗的鼻子非常灵敏 为了混淆是听 喜羊羊将大量的狗毛覆盖在身上 将自己伪装成狗狗 不过因为气味还没完全覆盖 还是露出了马脚 幸好在关键时候 灰太狼帮他摆脱了危机 只是在喜羊羊意外来到采矿场后 他却被逼着做苦力 在这里喜羊羊也交到了不少的狗狗朋友 他们都是被抓来做苦力挖矿的 虽然他们也想过逃跑 可四周守备森严 想要出去非常难 最惨的还是喜羊羊 虽然这一路走来 他吃了不少的苦 但他也没想到自己竟然会来挖矿 毕竟他还只是个孩子 好了 这期视频就说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 请电歌爱心支持一下吧 想看更多精彩视频 关注肥宅 下期节目更精彩